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的王公 今天很高兴来到格志论道的论坛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太空制造这样一个话题 太空制造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这么一个研究领域 它起步也比较晚 从开始到现在呢 大概也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 那么在过去这几年当中 我接到了不少关注这个领域的人 的一些问题 但是始终没有太多的机会呢 去回应它 那么今天借这个机会 我把我们团队在过去这几年当中 如何开展这样一个工作 这样一个比较艰辛 但是也很有挑战 很有趣的一个过程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太空制造真的到太空里去办工厂 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一个目标 选用这个标题呢 算是个人对它的一点比较美好的一种期望 那么众所周知 制造技术呢 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 它是推动人类进步 推进社会文明 甚至奠定世界格局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技术 那么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制造活动 实际上我们对制造这个行业啊 还是要有一定的敬畏之心 因为再简单的一些产品 实际上制造也没有那么容易 包括我们现在每天都离不开 全世界都供不应求的口罩 实际上真正做起来是很困难的 那么 我很想说小时候我的一个梦想啊 就是到太空里去办工厂 但实际上那真的不是真的啊 因为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啊 对于太空的印象 主要来自于西游记里面的大闹天宫 还有一些我们那个年代的科幻动画 那么在西游记里面曾经有一个炼丹炉 那么这个炼丹炉呢 采用高温对材料进行一些处理 那么这个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太空制造的行为 那么我国的科学家实际上在过去的空间材料领域的研究中 已经做出了非常多的这一类的工作 其中神舟二号上面的晶体生长炉 我们的科学家利用它制备了很好的 很高价值的一些材料 这些材料为我们地球上的应用都带来很好的一些效果 那么今天我在这里要分享的并不是要为地球应用所开展的太空制造 那么而它是为了在太空里面原位进行应用 进行开展的 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活动呢 应该是大概是在十年前 2010年 我刚回国参加载人航天工程的工作 在那个时候呢 因为刚回来我也不是各个型号的一个主力 应该算空间站建造的一个后备力量 所以我有大量的时间去调研各类的资料 其中因为我个人当时关注的领域更多的是航天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的问题 所以关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事故 它的原因 它的过程 我调研了很多的报告 其中有一个事实就是 在航天飞机返回地球之前 航天员已经发现这个航天飞机的左翼的缺陷 那么问题是他们有没有机会来挽救这次事故 那么从后面公开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NASA对这个问题还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分析和仿真 那么其结论呢 是非常不乐观的 他们认为在太空以当时的条件 开展这样的载轨维修是风险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 其实即使开展这样的工作 也不太可能能够挽救这次事故 但是这个报告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就是载轨的应急维修能力 是保障航天安全的重要手段 那么后来在调研国际空间站的一些安全保障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国际空间站当中存放了大量的备品 备件以及工具 那么大约它的价值在10亿美元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这些备件从始至终 从来有大概有99%的概率是用不上的 它的存在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我们能够在太空中 在空间站中快速地制造出 我们所需要的工具备件 我们是不是可以节省出很多宝贵的空间呢 那么由于空间站它是在禁地轨道运行 我们利用飞船上行物资 这种代价我们是可以承受的 那么有一天如果人类走向火星 我们还能否携带这么多的物资 潜到去往火星 那么在电影《火星救援》中 有这么样一个场景 就是主角为了生存下去 它开荒种土豆 那么如果我们姑且认为 它用的这个铁锹是从地球运送过来的 这个逻辑如果站得住的话 那么我们钢铁侠马斯克他提出的 说如果要送一万人去火星 那么问题是这些人在火星如何生存下去 我们如何去开荒 我们如何去获得我们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资 比如现在欧美人大量抢购的这个厕纸 所以太空制造的根本目的 它和我们所谓的空间材料科学的区别在于 它的目标是提升人类在地外的活动和生存能力 那么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之后 NASA确实重视了提升载轨的一个活动能力 其中他们开展了包括像原器件焊接这样的一些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表明啊 经过很多次的努力 这个原器件焊接之后 它是可以应用的 它具有这样的功能 但是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这样的焊接质量 实际上如果以地球上的标准来看的话 它实际上应该属于废品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中两个原因很重要 第一个 航天员在微重力情况下 保持自身的姿态和动作的精确是很困难的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无论是液体材料 还是固体 还是颗粒这样的材料 在微重力环境中都非常难以去精确控制 所以太空制造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多种因素交叉 相互偶合 它是一个跨学科的一个领域 那么这里面太空中特殊的环境 比如微重力 高能的浮照 以及高低温循环 以及高真空 他们会对所制造所需要的材料 提出特殊的要求 那么特殊的材料 又对所需要的制造工艺和装备提出很多工程的一些挑战 那么我们需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第一 我们需要这个设备是操作非常容易的 因为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员的能力很强啊 但是我们还是不希望它去做太有难度的一些操作 第二个就是 我们需要这个设备是一个低功耗的设备 尽管我们的太阳翻版可以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但是它的峰值功耗是有限的 第三个就是要小型化 那么空间站的空间非常有限 我们不太可能把一个机床真的搬到空间上去运行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空间站的环境 它也是航天员生存的环境 我们希望这个制造的过程不要释放任何有害的物质 所以这一系列问题下来 我们发现太空制造和地面的制造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在2012年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非常火的概念 就是3D打印 那么3D打印 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 国内从事这个方向研究的团队还有专家非常的多 其实这个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在2012年开始的各种宣传中 3D打印从工业产品到时尚产品到建筑到甚至到人类的器官 它似乎是无所不能的 所以它吸引了从事太空制造研究的人的注意 那么它的特点呢 包括节省材料 无需模具 数字模型等等这些 确实为太空制造带来很多想象 它就像一个魔术口袋一样 那么可以变出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 3D打印呢实际上它区别于传统制造工艺的最大特点 就是传统制造是利用切削等工艺对材料做减法来获得我们想要的这些零部件 那么3D打印实际上是用粉末材料 树脂材料 还有固体的丝材 层层堆叠来获得我们想要的零件 实际上它是做加法 所以它又叫做增材制造 那么这样的一些特点 理论上来讲它确实非常适合在空间站来使用 所以很快 在2014年的时候 NASA送了一台打印机到国际空间站 并且放在这个手套箱里来运行 这台打印机非常的小 因为我们国际空间站里的手套箱本身体积就不大 而它在其中只占到了四分之一这样一个体积 那么这台打印机呢实际上它是以打印塑料为主 它的各项指标都不算先进 但是这一个事件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 就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在空间站有了自动化生产的这样一个工具 那么这台打印机所采用的工艺呢 其实就是热熔沉积 这是我们在地球甚至现在生活中 已经很容易见到的一种打印工艺 实际上就是把固体的塑料丝材通过加热液化 再冷却凝固形成我们所需要的产品 这样的一个工艺呢很显然它很容易能够适应 微重力的环境 所以NASA和ESA在第一台设备的基础上 又研制了升级的一些打印装备 但是比较有趣的是 所有的这些设备上了空间站以后 后续关于它们的应用披露得极少 所以当时我产生了一个疑问 就是它们在使用过程中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那么3D打印它究竟对太空制造来说是一个花瓶 是一个噱头还是它真的能够做出我们想要的产品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我开始策划 我们团队的第一次微重力的3D打印实验 但是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很显然的 因为我们国家的空间站还没有建成 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去国际空间站 但是幸运的是我们单位当时和德国宇航局 签署了一个关于施动飞机的合作协议 我们可以利用这架施动飞机进行3D打印的实验 所以也就有了后来的这张照片 那么比较有意思的是 后来腾讯写了一篇报道说 里面很详细地讲 讲我是如何被国际空间站拒绝 然后不得已 然后转而要去做这个施动实验的 实际上没有这回事 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对他们提出过申请 当然那个报道还是非常正面的 对我们是以鼓励为主 那么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施动飞机 那么施动飞机呢是 在地面上进行太空环境模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那么欧空局的这架施动飞机呢 它是采用了空客A310飞机进行改装 在运行的时候它在6000米的左右平飞 然后向上拉伸 然后一直到8000米 那么形成一个 在此过程中它会关闭发动机 让飞机进行一个自由落体的 一个抛物线的下降 所以施动飞机有时候也被称为抛物线飞机 那么在这个抛物线过程中 它一共会产生22秒的微重力的环境 第一次实验完了以后 有一些人问我说 你怎么利用22秒的时间来打印中国科学院这五个字 但实际上呢 因为这个过程每一次起飞降落 它中间会有31次重复循环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所打印的过程 我们不是利用了一个22秒 而是31个22秒 那么在这个实验过程中 我们的实验队员在飞机上的活动 以及我们打印机内部的这些影像资料 我们都做了记录 我们设计了很多的打印策略 包括全程打印 包括仅在微重力环境下打印 以便后面进行对比 那么实验完成以后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当时我的领导高明主任问我 说你这个实验成功了没有 因为拿到这些样条呢 这些样品 他问我这样的问题 但实际上我内心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知道我的实验成功了 因为这次实验的目标 并不是要打印非常完美的产品 而是我想看一看 我想验证一下 微重力环境到底对3D打印有没有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么在微重力环境中 所打印的这些层 实际上要比有重力的情况下 要厚出8% 厚出8% 那什么原因呢 其实我们后来也请教了很多力学所的 这个搞空间流体力学的专家 基本的现象呢是这样 在地球上 由于有重力的存在 所以我们的液体呢 它倾向于在一个平面上去平铺 但是如果是在空间的环境中 那么这些液体 它更倾向于处于悬浮状态 直到它冷却凝固 所以它就会比地面上要高出一定的层厚 但是这个由于我们的样品的数量非常的小 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这8%呢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 它并没有严格的意义 但是我们证明了 NASA和ESA所采用的这种FDM的方式 它是有两个主要缺陷 第一 用塑料来打印 它的产品的性能是有限的 第二 这个制造的精度 离能够装配使用还有不小的距离 所以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另外一个路线 就是用立体光刻来做 在空间进行制造 那么这个原理呢也很简单 实际上就用紫外光去触发光明数值的光距和反应 来固化 就有点像我们女生在涂支架油 然后完了在紫外灯下去照射固化 我们可以使用 原因很明显 就是因为这样的工艺呢 它主要需要的原材料是液体 而液体在微重力环境中是非常容易自由飘散的 那么对我们来说一样 如果我们选择采用立体光刻这样的工艺 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办法 能够控制这样的一个液态的材料 那么我们的思路是这样 第一个目标是希望超越塑料材料的这些产品的性能 第二个目标呢是要控制这个材料 它不能自由流动 所以我们选择的方式是 用纳米以及亚维米级的金属和陶瓷的粉末 到光明数值溶液里面来添加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它相当于把一袋面粉要倒入一杯水中 并且还要均匀地分散 大家知道纳米颗粒是非常容易团聚的 那么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打印得非常好的话 我们需要把纳米颗粒进行均匀地分散 那么这个工作我们前后一共做了两年 其实在第一次试中飞行实验的时候 我们第一批材料已经在试中环境中进行了实验 当时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呢 是在微重力情况下 我们这样的一个混合物溶液啊 它有明显的一个爬壁的行为 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这第一批材料 它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后来经过大量的实验 我们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这种流体 实际上它是一种具备了剪切 吸化特性的一种流体 那么它有一点像我们化妆时候的一些化妆品 那么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没有外力施加的情况下 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固体 那么它可以360度地旋转 而不发生任何的流动 但是一旦有剪切力的出现 它在局部会发生一个流变特性的变化 它会变息 那么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把它铺平 那么带着这样的材料和我们为此专门研制的立体光刻的设备 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再次去了法国 我们在这个飞机上去试验了我们的这种制造工艺 我们观察了利用我们所设计的机构 如何能够把这个材料进行平铺 然后再用光刻去把它复兴 实验证明我们的思路是可行的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很激动的 那么让我们更激动的事情是 我们把NASA曾经认为不可能的工艺变成了可能 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国的团队第一次 在太空制造这个领域提出并且验证我们自己的想法 那么回到实验室呢 我们希望探究这样的工艺它是不是还能够适应更多的一些 有价值的一些零件 所以我们用它来制备出了很多种啊 这种比较精密的工业产品 甚至用它来制备模拟的月壤材料 我们得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 如果这样的工艺它能够制造金属材料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种工艺来适应高分子材料 陶瓷材料以及金属材料 这样太空中大多数的材料类型 我们用一个设备一种工艺就可以把它全部解决 当时我提出了一个非常异想天开的想法就是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我们国家的飞机来做这样的施重飞行呢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因为熟悉我们国家航天领域的人都知道 其实施重飞机在我们国家航天界已经期盼很久了 但是一直种种原因吧 它并没有成为现实 因为它需要性能优异的飞机 它需要飞机的改装能力 它需要足够大的空域 它还需要非常优秀的飞行员 以及经过缜密计算的飞行轨迹 那么仔细分析之后我发现在中国 在我们国家 只有一个单位能够把上述的要素全部聚齐 那么这个单位就是位于西安延梁的中国试飞院 那么这个单位呢实际上很了不起 我们国家所有的名机军机包括大家在去年阅兵的时候看到的这个像运20这样的飞机 都是在这里来进行飞行鉴定的 但是我在接触他们之前我很忐忑 忐忑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实验经费是非常有限的 这种感觉就像你只能买得起一张经济舱的飞机票 但是你要去问别人能不能把一架飞机包给你 所以我知道这样的要求呢其实是有点过分的 但是非常非常幸运啊还是非常幸运就是我遇到了一些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 这些人他们也期待中国能够开展自己的失重飞机很长时间了 所以在我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 我们很快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希望一起来推动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经过了四百多天的努力 这里包括了飞机的改装 包括了飞行方案的一轮一轮的这个校队 包括了飞行员的选拔 最后这个飞行员啊是中国试飞院的副院长他亲自驾驶 那天基本所有留在试飞院的领导都来到现场 大家都很激动 那么这个试验成功以后呢 由于一些不能对外公开的信息 所以我们并没有进行大量的报道 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那么我和他们讲 我说我说我真的很激动啊 当然没有想象那种大家去抱头痛哭啊什么的 我跟他们讲 我说我很谢谢你们 我说我也代表我们的整个团队实验室 谢谢你们 因为你们不仅是帮我们完成了实验 你们也是为很多 国内很多想利用适中飞机开展实验的人 开了一扇门 我跟他们重过很多遍 我说我很荣幸 我的实验是第一个 我可以作为这个来敲门的人 我觉得我很荣幸 那么这个实验完成以后 实际上我们的第一阶段工作就做完了 那么回顾 从第一台打印机出现在国际空间站 一直到现在大概过去了六年的时间 在这六年当中 太空制造领域的材料体系和制造工艺不断地在丰富 这里面有从高分子材料到金属材料到陶子材料 然后还有生物材料 它的工艺呢也不仅仅是3D打印 也有铸造 还有材料的循环这样的一些工艺出现 所以它的发展还是非常快速的 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 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仍然在做的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探索 还有很多问题 比如很多人认为 那么3D打印是不是解决 或者说实现太空制造的一个终极的手段呢 那么在我看来啊 实际上这还是存疑的 因为现有的3D打印技术啊 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克服 比如如何去支撑 我们在打印过程中的这些支撑 如果让航天员来处理的话 会增加非常非常多的工作量 有的支撑甚至是需要专用的工具去做的 所以这个不太现实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工艺可以能够更好的制造出来 我们所需要的产品呢 所以这都是急需我们去进一步去 探究的 那么如果非要预测一下啊 这个太空制造未来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太空制造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小型零部件的制造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大型空间装置的制造 及载轨组装 那么再往后一个阶段 我们可能会去月球去火星 进行地外啊 环境中更综合的一些制造活动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处于第一阶段 并且我个人认为我们大概只在这个阶段解锁了10%的工作 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当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很好啊 因为我们国家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空间站时代 我们终于不用再去国外坐适中飞机 我们也不用去惦记这个国际空间站 我们自己的空间站建成以后 它会为很多像我一样有很多奇妙想法的人 打开它的大门 那么太空制造呢 应该说它才刚刚开始 在我们的下一代 也许他们真的能够实现到太空里去办工厂的这样一个想法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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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